给我一分钟,老乔老师教你保险 许多的学员会来跟老乔老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保险规划要是有两个受益人 那其中呢,要是有一个呢 找被保险人先离开了 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到底会怎么赔呢 很多人都会说,那既然这个受益人生库了 那他原来应该要拿到的这一份 那就应该赔给这个受益人的继承人才对嘛 是吗?你也这么认为吗? 那老乔老师的看法又如何呢? 来,我们来了解一下保险法第110条里面说什么 以于请求保险金额时生存者为限 生存者为限,简单的说就是活着的时候才可以领 所以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要100%的保险金额 赔给这个生存的受益人 结论,保单若有两个受益人 一个早被保险先离开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会赔给另外一个生存的受益人 是100%全部赔给他 以上,是老乡老师教你的保险 拜拜